它质量m 电量E的带电子点 经电压V加速以后 这个V加速以后 锤子打入强度V 这强度假设磁场这样子 磁场强度是V 这个电子这样射进来 磁场中做半径R的等数电源中音 则正确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半径是R 首先我们看看 如果它的电子的速度是V 我们来看看它的半径位置的多少 电子的电量是V 所以它的电流是往这边 所以F 磁力是等于QV close V 那V的方向往这里 乘一个负号 所以它的QV的方向往这边 QV close V 所以往下 所以它变成为什么呢 会变成会这样做圆周运动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半径会等于多少 它的半径跟它的速度的关系 我们知道它是做圆周运动嘛 所以它的向心力就是磁力嘛 磁力现在是等于 大小是EVV嘛 那F是等于MA啊 M 乘以那个向心加速度 R分之V比较嘛 那我现在去掉一个 一个嘛 那R的话怎么办 就等于EV分之MV啊 就是说当有一个质点 它的电荷是E 然后你的速度是V 这个电量是E的话 那质量是M的话 那么它的半径就是这个 好现在的话它说电子是E嘛 那经这个电压呢 加速以后 它得到的动能就是什么 那它动能就等于PV嘛 是不是 对吧 那这动能的话呢 是等于2M分之P平衡不是吗 对不对 那我把这里的P带掉 P的话等多少 动量呢是等于2MEV嘛 开变好 是不是 那所以的话 我半径呢 跟那个电压的关系 哦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嘛 EV 啊分之根号呢 2MEV啦 然后它要算什么东西啊 它要算呢 正确的什么东西啊 好 那我 它说V等多少 那我两边的平方嘛 两边的平方就是说 EVR整个的平方嘛 将会等于2M的EV 那V的话等多少 2M 啊一去掉一个嘛 所以EV平方R平方啦 所以电压就等于2M分之EV平方R平方 EV平方R平方 所以答案应该是B吧 B吧